Previously on Crazy History 他有一个来追杀他的太监,捉住了一只三袖 书时刺那时快,手起刀落,一刀就斩了下去 幸好崇尔的手縮得快,这个太监只是斩断了半截三袖 崇尔他很清楚不能再留在晋国里面 所以就离开了晋国,去了他舅父家 崇尔的公公叫做胡特 在晋母公时期,就已经是晋国的大夫 而他两个舅父,一个叫胡毛,另一个叫胡掩 在这两个舅父的辅助之下,崇尔就开始了19年的国外流亡 暂时在容迪部落那里安顿了下来 这一年是公元前的655年 崇尔在这里一住,就住到去公元前644年 崇尔就和赵崔还有两个舅父,齐上齐落 在容迪这里偏安一元 崇尔虽然流亡海外,但是就有一大批追随者 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他的小舅父,子凡 也都有人叫做舅凡 另外一个就是赵崔 后来崇尔就把他的女儿赵姬嫁了给赵崔 然后生了赵童,赵豁和赵英齐三个儿子 而容迪部落对他也不错 容迪是一个犬马星式的地方,很多东西玩 崇尔和他的谋士在过着一些相当自在的生活 有时间还会去草原那里倒两手 这一间casino的持牌人 就是著名的赤敌祥高渝 祥高渝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做贵伪 另一个叫做宿伪 都在他那间叫做玩Q用的casino里面做性感可观 崇尔和赵崔因为整天都去玩 所以最后还娶了他们 让他们以后可以不需要在线上发牌 而是在他们家里发牌 有一天,崇尔就跟他的谋士打算大杀四方 本来打算拉下老虎机中个jackpot 但谁知道就输得适 守风相当之不顺 输得就连买大小都没钱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搭马仔走过来兜搭 这位弟兄,你连Jackie Lynn都不识 肯定输得开行啦 有Jackie Lynn,赢得开行! 望下山,望下草,去赤敌旅行 输了些钱,都没需生气 21点,百家乐 发牌的姐仔真优美 最担心输完,玩完,输完,没钱买 早知他开小开大 大家高高兴兴,你没钱买 只有你,一直输到最后 吾倒吾芝士云帝,Jackie Lynn她有计 中谷,借钱肯要还,米比钱中介 是不是电话公司啊? 请问Jackie Lynn的电话多少号啊? 啊,不好意思啊 我说不会直接告诉你Jackie Lynn的电话 请你打去8177778那里,问Jackie Lynn的电话 有时,有些仓都挺好的 Jackie Lynn都信,时仓迷你仓 最后松尔就输了八十几只马 整条桂里数 都是由他舅舅指饭帮他背的 他舅舅散了他一餐之后 松尔也都知错了 他自此之后就发誓斩手指 不再赌钱 经历过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之后 松尔和他的谋士就再都不够胆赌大小 所有的决定都相当之谨慎 松尔修心扬成 和自己取回的那个赛外的可观 归伪生了几个可爱的小朋友 享受着天伦之乐 而就在松尔在北敌过了四年 幸福的生活之后 晋国终于出事了 这一年是公元前的651年 晋献宫因为实在拍了太多的占卜珠 终于在这一年两脚一身 但太子新生已经死了 松尔和二五又着草走了 所以离击的儿子是其 按道理应该马上就会成为新的晋王 不过在新军继位这件事上 有三个大臣走出来 一个叫做李克 第二个叫做殉悉 第三个叫做披正 李克本来是太子新生的人 但现在太子死了 所以就倒向了松尔那一边 而殉悉就是上任君主 即是晋献宫最深复的谋士之日 所以晋献宫就将鞋旗托沽了给他 叫殉悉一定要将尼姬的儿子系旗托上君位 晋献宫死后 李克马上就去找殉悉 他跟殉悉说 尼姬做了这么多坏事 害死太子逼走两个公子 是否真是甘心要托他的儿子上位 因为殉悉整天都和尼姬的儿子在一起 所以李克就怂恿他 去怒懵尼姬的儿子 殉悉就采取了生臭湖了 我既然是一个托沽大臣 以后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我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事 和你发动这一场叛乱呢 所以李克就找了另一个大臣 披正 披正最担心的是 这个李克要谋害尼姬的儿子 是为了以后扶植一个傀侣君主 然后自己独揽大权 但以他对李克的为人 和听完他一段陈述之后 披正就觉得对方并没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李克和披正两个人就连成一线 找了一个时机就把鞋棋堵倒了 那说尼姬唯一的亲生儿子死了 但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尼姬还有个妹妹 她的妹妹也嫁了给进献公 也和进献公生了另一个儿子 叫做卓子 所以尼姬马上就契了这个儿子 变成她自己的儿子 所以殉悉又马上立了卓子做储君 接着李克和披正又把卓子堵倒了 岂有此理出来做驾两 连那个殉悉都堵倒了 那现在尼姬的后人 系奇和卓子都关了 那进国就陷入了一片权力真空了 李克的诉求很简单 就是马上将崇尔找回来 让崇尔回来继承进国的军围 所以就马上拿着一部私人飞机 飞去熔滴那里 和崇尔说他们一帮大臣 已经将军主的道路全部都清除干净 你连粮都不用冲 拍下的屁股就可以回去做军主 哇 崇尔还开心过 玩老虎机的时候 拉了三条七下来 马上就打算拿着手来拍下自己的屁股 然后准备马上出发 就在他的手拍到自己的屁股那一瞬间 他的小寇虎子凡 把手放在他屁股上面 然后跟他说 崇尔 你答应过我什么 我们以后不可以再做有风险的赌博 你不可以回去 在春秋时期继承军位其实是好讲礼仪 也都十分之讲求这个军位的合法性 崇尔的老爸进献功 尸骨未寒 而且死的时候 崇尔并不在进国 并没有为他爹爹守国后 进国国内的形势错终复杂 现在贸贸然回去接手这个军位 那些大臣会怎么看你 那些百姓会怎么看你 那些百姓就算了 各派的势力还在相互斗争 这个时候并不是最好的时机 反而可能会无故地卷入一些政治的漩涡里面 所以崇尔冷静了下来之后 就决定不拍屁股了 他跟那个使者说 哎呀 我对不起自己的爸爸 他在生的时候 我没有好好地孝顺过他 死了的时候 又没有在他坟前那里叩头 来了塞外这么多年 都没有记过马奶酒 和牛肉干过去 我真是不孝啊 我没有资格接这个皇位 我真是没面子回去啊 所以这个军位 都是留给其他人把了 哎呀 豈有此理啊 帮你清除了整条道路 请你回来做国军你不做 不做算数 大把人搶着做 没错 在潮中有势力的除了崇尔之外 另一个公子 怡吾 也有他自己的势力 潮中有两个大臣 一个叫做女生 另一个叫做菊蕊 他们也派人去了梁这个地方 去找怡吾回来计位 怡吾这边当然想拍拍屁股走 但是他的谋事也都不是蠢的 他们同样也都考虑过这个问题 在这个时候回去 满朝的文武和语论 都会觉得这个继位的君主 是一个谋朝三位的人 没有人会对他有好感 但是这个势势并不是没有办法可以扭转 所以女生就想了一个计策 首先在朝中大肆宣扬 国不可一日无君 和周边的诸侯国 正打算入侵晋国的这些留意 又大肆宣扬 说从已没有打算回来接君位 所以疑吾就是最好的人选 而同一时间也都找人出使秦国 叫秦国的君主 帮秦国选一个君主 而在这个时刻秦国的国君是谁呢?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秦穆公 他亦都是春秋五霸的其中一霸 当然现在未有来说到他 秦穆公看到旁边的秦国 竟然找自己帮忙去选君主 简直是威震四方 你没有少少影响力 别人都不会找你帮忙 而且如果你扶植了一个君主上位 这个君主以后就会感激你 至少都可以保证 在几十年之内 这个君主不会来搞你 这一笔绝对是一笔很值得的政治投资 而且自己又不用出什么 于是秦穆公就派人去考察一下 这两个同时流亡海外的公子 一个是从已 一个是延误 看看谁更适合做进国的国君 秦穆公派了使者去从已那边 从已的舅舅子范 又帮他做了一个很保守的决定 打死都不答应回去做国君 第二 对秦国派来的使者也都不要表现得太过亲近 做好了应有的礼数就行了 不要去奉承对方 也都不要狮子带个使者去吃喝玩乐 因为子范一直都认为 这个时候并不是从已回去进国计位的最佳时期 无论哪个来都应该拒绝 等进国内乱结束之后 之后的事情才再想 因为如果现在急着回去的话 最后可能连大家的身家性命都全部会没了 会死于剧烈的权力斗争之中 这个秦国的使者来完从已这边之后 就去了宜吴那边考察 宜吴那边百般奉承 又扣头又行大礼 又带他去casino玩 不单只送了40箱黄金给这个使者 还有很多的金银财宝 摆明就是要买通这个使者 这个使者拜访完两边之后 就回去稳报秦木工 秦木工一看就知道从已这一个人 才是真正的有得之人 做事相当得体 国内发生内乱不是第一时间 就想尽办法回去继位 所以秦木工反而觉得应该去涌立从已 但当秦木工这样说的时候 他帮大臣就出现反对 主公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你想为晋国立一个好的君主 令到晋国强盛起身 那你就立从已这一种人 但如果你想立一个 以后对我们秦国有利的君主 那你就应该要选择二五 你一个人一定会进一步削弱晋国 所以最后秦木工就决定立二五 二五就顺利回国 姚身一变就成为了晋为公 这一年是公元前六百五十年 于是乎 从已又继续在熔迪那里 过了六七年简简单单开开心心的日子 但是晋为公因为施政不善 而遭到国内大臣的反对 很多大臣都希望从已重新回国职位 所以在公元前的六百四十四年 晋为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于是乎就派人去熔迪那里刺杀从已 自此之后 从已和他那帮谋士 就开始过了七年周游列国的生活 先后逗留在惠国 齐国 曹国 宋国 郑国 楚国 和秦国 那究竟从已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 又会遇到一些什么精彩的事情呢? 我们就留下集再讲 今集的时间来到差不多了 我是陈老师 打口不瘦 讲下春秋 我们下集再见